韩丽目中绿色一闪,冷哼一声,两手一掐绝,附近金网上霹雳声大起,同时一缩。 方才出现的缺口眨眼间消弥不见,同时无数金虎朝着蓝色飞剑包裹而去,一层接一层,密密麻麻。 那口飞剑经过,韩丽上人陪练多年,微能远超一般法宝。 但是在如此多金虎一触之下发出的爆裂声中,也摇摇欲坠,灵光忽暗忽明,最终被金光彻底掩盖在了其中。 而韩丽又单手一晃,须天顶浮现在身前显现而出,反手一弹之下,一股青丝从顶上射出,朝着十余帐外的韩丽上人原鹰席卷而去。 正极力想收回本命法宝的韩丽上人见此,心中大惊,匆匆不舍地朝飞剑看了一眼,只能一咬牙,周身蓝芒一闪,再次消失不见。 下一刻原鹰却出现在了另一边的前蓝小顶旁,他这一次略微犹豫地再次转手望去,目光却落在了原来所在之处的那团麒麟幻影之上。 虽然其法爵被强行打断,自己也被毁掉了肉身,但那枚深陷麒麟中的玄玉牌仍然是灵光闪动,并未有丝毫影响。 但此刻,一道淡淡轻盈却飘荡在麒麟幻影身旁,用冷冷的目光盯着原鹰,一丝感情都不带的样子。 韩丽上人和其目光一对,机灵了打了个冷战,心中就此一沉,将最后一丝侥幸之念也彻底湮灭了。 子溜一声,原鹰不再犹豫河神王顶上一扑,就此没入顶中不见了踪影,而随后小顶发出了一声怪名,突然自行腾空而起。 随之连闪几下,就出现在了通往洞口的通道处,而内捧青丝根本无法追击上接连顺移数次的原鹰,在途中就是崩溃消散。 韩丽将那口飞剑用辟邪神雷困在了气中,望了望远去的原鹰,嘴角微微移动,背后雷鸣一闪,就化为了一道银壶直奔原鹰而去。 韩丽上人自不会待在原地静等韩丽追来,驱使此顶化为一团蓝光往高空射去,同样两次瞬移就快接近入口,而韩丽却还在身后七八丈远的样子。 这位小急功长老心中一松,正想着再一次瞬移后,就直接驱使前蓝顶,将入口打开。 顿时附近一处玄域框上忽然飞出了几缕寒光,直接往顶上卷来。 韩丽上人对这些寒欲寒气,自然是不以为然。 小顶上蓝页微微一仗,就想将这些寒光击退,但就在这时惊变突起。 这几缕玄于寒气眨眼间颜色大变,由白蒙蒙的寒光瞬间化为了赤红的火焰。 和那顶上的前蓝冰雁方一接触,竟一下融入了蓝雁之中,根本无视此冰雁的样子。 随后再一闪,则迅雷不及掩耳,没入了小顶之中。 前蓝顶一阵,随之传出寒厉上人惊怒异常的大吼,蓝翅两种诡异的光焰, 骤然间在顶上浮现而出,随即又交织一起,发出轰隆隆的爆裂之声。 此顶灵光大放,在晃动中狂胀起来,转眼间化为数尺大小。 蓝翅两色光焰在顶上,目然一分为二。 各占据了此顶的一半。 蓝色光焰中献出了寒厉上人的原因,他又惊又怒向对面望去, 在赤焰中,一只拳头大小的火鸭赫然浮现其中, 口中发出几声滴滴的滴鸣,竟一副悠然的样子。 在这种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寒厉上人自然不可能继续僵持下去, 猿鹰口中一声厉笑,随即蓝色光焰向对面狠狠扑去。 而火鸭也毫不在意单吃一挥,周身吃焰随之席卷而去。 两者之间光芒大放,轰鸣间大起,毫不激烈。 而那只火鸭正是那缕太阴真火所化,此缕真火已经初步通灵, 竟不知何时被寒厉从阵法中唤出,悄然的埋伏在了洞口处, 并依仗这几日吞噬的玄域寒气作掩护,出其不意的幻化偷袭,果然一下得手。 虽然因为太阴真火本身数量稀少,无法立刻将此顶控制住, 但是那含厉上人原鹰同样无法拿太阴真火如何, 无法再顺利驱使此顶逃之夭夭。 而就在这时,下方的含厉不惜法力雷顿几次之后, 到了小顶的附近,蓝燕中的原鹰见一时无法夺回前蓝顶, 脸上刹那间出现了惊慌之色, 忽然一团蓝光从顶上击射而出,向着高空飞顿而逃, 这原因竟放弃了此顶的争夺,只身夺落而逃。 韩厉见此面上一色一闪,但又随即毫不犹豫地单手一扬, 一根碧绿色的小尺浮现在了手中。 韩厉口中几声滴滴的咒语出口,同时手上七色佛光闪动, 那根碧绿小尺顿时绿光大放,略一颤抖之下, 就一下从手中消失,但下一刻木然出现在了韩厉上人原鹰的上空。 那原鹰见此大惊,小手掐绝,就要马上再次顺移躲开, 但头顶的绿尺微微一颤,就从尺上浮现出了一朵顽口大的银色莲花。 此莲倒转之下方一转动,泛音佛唱之声鸟鸟传出, 同时从莲花中喷出了一片七色光幕。 韩厉上人只觉得佛光方一集体顿时针缘一凝, 猿鹰动弹不灵起来,猿鹰小脸当即灰白。 银色电弧上空闪动,韩厉身形从虚空中浮现而出, 朝着下方冷冷望去。 这一件玉尺,正是韩厉当日得到的八灵尺灵宝, 虽然同样只修炼成了第一层的通宝爵, 但是威能却着实惊人, 单以攻敌斗法,似乎威力还在须天顶之上。 当然现在能如此支柱一名元英后期大修士, 自然大半是因为对方之圣元英之体。 前番又因为想要驱使玄御洞寒气, 而施展了某种厉害的秘术, 让其法力、元气早已消耗大半。 否则元英后其修士, 已然凝形稳固异常, 不可能如此轻易得手。 虽然用八灵尺出其不意地支柱了对方元英, 韩厉也没有多说废话, 当即单手一抬五指一张。 指尖处同时有金光闪动, 在低沉的雷鸣声中五道金湖击射而出, 化为五道拇指粗细的金色小蛇, 一口咬住了佛光中的元英, 然后一个盘旋又化为了几道金锁, 一下就将此元英紧紧附在了原地。 韩厉手中动作不停, 好袖一扶, 又有数张禁止浮露飞出, 随即各色禁止灵光在元英上闪动了起来。 接着单手往储物带上一拍, 手掌一翻转之后, 十几根银针出现在了手心中, 丝丝银芒一闪即逝, 这些银针法器一下没入了元英身体各处要害。 韩厉上人元英躯体骤然间一阵抽搐, 随即目中神光骤然一暗, 见到此目, 韩厉才真正放下心来, 拍拍双手, 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眼瞅着韩厉江的绿色小尺一收, 轻飘落下, 到了身前, 元英露出了怨毒的表情, 他目光冰冷异常地盯着韩厉, 嘴唇紧闭。 显然这位小急功大长老很清楚, 既然双方已经争斗到了如此地步, 再讲什么求饶的话语, 根本就是自取其辱。 大概他唯一后悔的, 是刚才没有在被禁止前, 先施斩秘书将元英自行了断, 如今已被韩厉彻底制住, 再想自爆元英, 那可是想也别想的事情。 韩厉望着被制住的韩厉上人元英, 微微一笑, 并未多说一句, 而是袍袖一抖, 一只碧绿色的小瓶飞射而出, 一闪就到了元英头顶处, 冲着小瓶轻轻一点, 瓶口一个倒转, 里面白光流转不停, 一股霞光喷射而出, 将那韩厉上人的元英席卷入内, 射入瓶中, 随即韩厉抬手, 冲着远处前蓝顶一招, 那缕太阴真火当即包裹着瓷顶, 向着这边击射而来, 一闪后, 直接没入了袖中不见了踪影。 韩厉这才将那绿色法瓶一收, 化为一道青红向着下方顿去, 片刻后, 青光一闪, 韩厉身形重新出现在乱石堆上空, 目光四下一转, 眉心紧皱了一下。 原本困在银色光幕中的白梦心, 已然趴伏在乱石堆边缘的一片碎石上, 下方鲜血直流, 小腹被冻穿了一个碗口粗的大洞, 已经化为了一具尸体, 而此女体内精血气神更是一空, 明显一副原鹰出鞘果的样子。 往空中望去, 麒麟幻影旁边, 傀儡站在旁边一动不动, 仿佛从韩厉离开到现在, 没有离开过一步, 但是在其身前却漂浮着那面圆钢盾和魔随飞刀, 同时闪动着淡淡的灵光。 在四五十余帐外, 五具人形骨架摇摇晃晃并肩站在一起, 原本铺天盖地的灰白魔器如今荡然一空, 其中一只骨架手上还抓着一只淡青色的橱带, 另外一只则用两手把玩着一小团乌黑的光焰, 忽暗忽明闪动不已。 韩厉眉头很快松懈了下来, 神念一扫之下, 和人形傀儡中分神连接到一起, 转眼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白梦新此女眼见韩厉将韩厉上人肉身机会, 然后又飞去追猿鹰, 终于心中大剧, 甚至不惜自爆了数件古堡, 强行破开袁钢盾所化的光幕, 想要飞落而逃。 但是人形傀儡在韩厉离开时, 就被吓了一定要不能放走这里任何一人的命令。 自然不客气地驱使魔随飞刀, 出其不意洞穿其小腹, 将此女肉身机会, 然后此女原因脱离, 又被人形傀儡用雷火外加金雷木小剑, 一击击地粉碎, 直接让此女消失人间。 至于那边的青山中年人, 最终无法抵挡武魔围攻, 连肉身猿鹰及几件宝物都被武魔吞噬得干干净净, 只留下储物袋和那残留的极寒之焰。 弄明白了怎么一回事, 韩厉轻吐了一口气, 没有说什么, 冲远处武魔一招手, 顿时他们手中的储物袋和那团黑色寒雁 轻飘飘地直飞而来, 转眼间到了韩厉手中。 细看了一下储物袋, 随手将其塞进了怀内, 倒是对那黑雁起了些兴趣。 略意犹豫后, 两手一搓, 雷鸣声响起, 无数纤细金虎从手上弹射而出, 同时往黑雁上一缠, 就将这团失去了主人的黑雁禁锢起来, 化为一个拳头大的金丝球。 单手一拍储物袋, 一个冒着寒气的玄冰玉盒出现在手中, 韩厉随手将此球扔进盒中, 将盒子从容收起, 然后目光一转落在了白孟新的香尸上, 略一沉吟, 突然袍袖一抖, 一团赤红火球射出, 尸体瞬间被烈焰包裹其中, 但马上一团白色光焰从尸体中冒出, 一阵翻滚后, 就将四周烈焰一扫而灭, 然后又凝聚为了一团赤白火球, 再次要钻入尸体中。 这正是白孟新修炼的凤离冰焰, 果然此女原神一灭, 此残余的极寒之焰同样回归尸体中, 倒是寒历早有准备, 又怎会让这此焰再次索回, 单手五指一合, 冲着此焰虚空一抓, 顿时一只紫罗急火所化的大手凭空在寒焰上空浮现, 闪电般向下一捞, 一把将此团白焰抓到手中, 大手立刻向后飞射而回, 而寒历再次单手一抓, 将尸体上的储物袋一下凭空飞起, 也被射到了手中。 至于这一团兵焰, 寒历自然使用了同样的手段, 用辟邪神雷禁锢, 然后用玄冰盒收起。 这些寒历虽然因为主人生死的缘故, 大半都已消散溃灭, 但残存的都是其精粹所在, 若是也能收入为己用, 或者融入紫罗急火中。 不用说威力自然倍增, 但现在自然不是试验的时候, 最后寒历又特意处理一下寒历上人的残尸, 让其意外的是, 那对让他有些警惕的金锋离, 竟然不在其尸体上的灵兽袋中, 这倒让寒历有些意外。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寒历就对方的储物袋一收, 也懒得细想此事。 做完这一切, 寒历又向空中的麒麟幻影, 及那一块玄玉牌望去, 脸上露出了几分凝重。 此幻影虽然只是一团死物, 但是体内蕴含着惊人的灵力, 也有几分怪异, 既好像是某种寒气所凝, 又好像是精纯灵力幻化。 他竟然无法自信辨清其真正的成分。